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英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讲上山千信的继承人 我们都知道上山千信,武田信玄,北朝世康 这三位都是日本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 一代雄才 这三个人呢,相杀相知了大半辈子 很难说谁胜谁负 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如果从他们的继承人来说的话 那么胜利者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上山千信 因为上山千信,他尽管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 但是最终继承他位置的上山景圣 就是上山千信一手培养出来 那么与武田家和北条家相比 上山景圣不仅继承了上山千信 留给他的越后和上山家 并且呢,最终达到了并不亚于 他的养父上山千信的历史地位 上山景圣呢,和他义父,养父上山千信 性格上呢,比较相像 都是不苟言笑,严肃谨慎的人 据说上山景圣比他的养父更甚至 一生就没笑过 唯一一次笑是他被他也自己养的一只猴子给逗的 史料上说啊,上山景圣这个人豪迈大胆 在战阵之上,前面兵戈相交,箭矢如雨 喊沙声震天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躺在自己的营帐之内 喊声如雷 据说他率领他的军队上落的时候 军列之中不闻咳声,听不见咳嗽的声音 只有人马行军的,整齐的刷刷声 上山家的士族,害怕景圣,害怕上山景圣 游胜于敌,比害怕敌人 还要更害怕上山景圣这位主军 但是上山景圣呢,和他的养父上山千信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和手下这些家臣们的关系 上山景圣呢,和忠于他的这些家臣 关系非常密切 以至于后来 当上山家身处逆境的时候 这些家臣和上山景圣不离不弃 共度难关 而上山景圣和他手下的第一能臣 直将兼蓄 两个人的这种军臣关系 也堪称日本战国时候的楷模 上山景圣呢,实际上是日本战国时期 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名 但是因为他的养父啊 上山千信太出名了 而且太传奇了 所以就造成上山景圣身上的光环 要比他养父身上要弱很多 所以很多人呢,对上山景圣 并不是很了解 上山景圣出生于越后的上田常委市 他父亲呢,就是常委正经 我们前面讲上山千信 和上山家家臣的时候就提到了常委正经 常委正经呢,是常委家 可以与上山千信 比肩媲美的实力派人物 那么上山景圣的母亲 也就是常委正经的妻子 是上山千信的姐姐 仙桃院 所以呢,上山景圣 算得上是上山千信的外甥 我们前面介绍过,上委正经 有一段时间对上山千信不服 所以呢,起兵作乱 后来呢,被上山千信击败 那么常委正经就臣服了上山千信 成为了上山千信的重要家臣 但是上山千信始终对常委正经 并不放心 所以最终呢,常委正经在39岁的时候 意外的溺水而死 那关于常委正经是怎么死的 有各种传说 我们上一集里呢 在讲到余朵美定满的时候 就说过了其中的一个传闻 那么在常委正经意外身死之后 上山千信很快就接受了 常委正经的精英部队 以及他的领地 那么把他10岁的儿子喜平次 就是后来的上山景圣 带到了春日山城 我们不知道上山千信 是对这个外甥格外的欣赏呢 还是心中有一些欠疚之意 总之上山千信对上山景圣格外的关心 亲自教导他席字 当时上山千信指导这个外甥席字的练习本 现在还保存于山形县米泽市的上山神社保护馆中 那么就在上山景圣成为上山亲信的养子的五年之后 也就是在上山景圣14岁的那一年 上山景圣呢 迎来了他宿命的对手 这就是上山景虎 上山景虎是北条式康的第七个儿子 日本战国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排到了第七个儿子的话 你一般是不受重视 所以呢 上山景虎在北条和上山结盟的时候 就被作为结盟的证人 也就是人质送到了上山千信这里 上山和北条的盟约形同虚设 上山千信基本上对北条式康的要求 爱理不理 但是上山千信呢 对于这个放大他这里的人质 后来被他说为养子的上山景虎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上山千信呢 也看到了上山景虎有才了一面 所以上山千信希望自己生死之后啊 上山景圣和上山景虎两个人 能够共同撑起上山家的局面 所以上山千信呢 做了一个安排 就让上山景虎娶了上山景圣的姐姐 也有说法说是他的妹妹 后来北条式康生死之后 上山景虎的长兄北条式政 继承了北条式的家主之位 那么和上山家的盟约就破裂了 北条式政转而于五天信玄结盟 那么上山千信对于北条式的这种做法很生气 但是他并没有迁怒于上山景虎 也没有将上山景虎送还给北条家 那么在上山千信发急症而死的时候 在他病危的时候 直将景刚的夫人曾经在病榻之前 询问过上山千信是否指定上山景圣为继承人 那么后来的一些史实记载呢 说上山千信当时认可了上山景圣继承家都 但也许这是因为上山景圣成为最后的胜利方 胜利方有时候就会按照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出发点 来修改历史 那么比较主流的意见呢 是说上山千信在他死的时候 并没有决定到底由谁来成为继承人 因为这两个养子啊 上山千信应该都非常喜爱 也都非常看重 而这个时候上山景圣和上山景虎两个人在上山家的势力 上山景圣呢 要强于上山景虎 因为上山景圣啊 在家臣团里边率领375G 我们之前提到过 G呢是日本战国的时候一个战斗单位 所比375G并不是指只有375个人 这是当时上山家家臣团中军事实力最强的一支 所以说上山景圣可以说是上山千信逝世时 上山市家臣中最大的势力 但是呢 上山景虎也不差 只是略逊于上山景圣 那么两个实力相近的人 想争夺家主之位 自然就引发了一场动乱 在上山千信去世仅9天之后 上山景圣就开始了行动 他对外宣称呢 得到了上山千信的遗言 所以他迅速占领了春日山城的本丸 那么占据本丸之后呢 上山景圣马上就组织 向仍然占据着春日山城其他部分的上山景虎 发起了攻击 因为景圣方居高临下 行驶较有力 那么景虎呢 苦苦坚持了两个多月 在这两个月中 双方便除了在城内交战以外 更主要的是分别拉拢 上山千信时代的家臣 以及从属国众们 站在自己的这一边 那再有一个拉拢呢 就是外园 但是从外园的角度来说 上山景圣处于劣势 因为 上山青虎是出生于北条家 所以北条家上山景圣是指望不上 而这个时候 武田家又和北条家属于盟友状态 所以从对于上山景圣来说 上山家外部的一个北条家 一个武田家 两个强大的势力 他谁也指望不上 那么上山景虎呢 则处于一个非常有力的状态 他马上就向北条市 以及武田家 申请援军 这个时候经过两个多月的抵抗 上山景虎已经觉得在春日山城里边 挽转 挽回不了局面 所以就从春日山城退出去 进入到前关东管岭上山县政的居馆育馆 那么这兄弟俩相争 上山家其他的家臣 就要选择战队 支持上山景圣的 主要是他原来出身地上田所在的地区 这周边的领主 自然全部都是支持上山景圣的 那么支持上山景虎的呢 基本上是当时领主们靠近北条家这一侧 那么都支持上山景虎 既然谁也尘封不了谁 那么只能是大把出手 所以双方面呢 就在春日山城和御馆中间 连场交战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山景虎的名字里有个虎子 上山景虎攻势极猛 但是呢 上山景圣 他的名字里有个圣 圣离的圣 所以呢 前两次交战都是上山景圣将上山景虎的进攻击退 取得了小胜 但是上山景圣的战略态势并不乐观 因为围绕着春日山城的几座交通要道 比如说交尾城 圆毛城 奇迟城和支峰城 都掌握在了上山景虎的手中 这就使得春日山城陷入一种孤立的状况 其实对于上山景圣来说 很不利 那北条市呢 北条市政 这个时候呢 因为其他的事情 没有办法直接派兵 来支援他地理 所以呢 他就请求五天圣赖 与他结盟的五天圣赖 派遣大军 去援助上山景虎 五天圣赖呢 就派遣了两万大军 进至到信越国境的附近 那眼看着上山景圣 就陷入到了一个绝境 因为他本来呢 实力只是略优于上山景虎 但现在上山景虎 已经得到了北条家的支持 又得到了五天圣赖的支持 那上山景圣 已经完全的处于一个劣势 陷入了重重包围 怎么办 上山景圣非常冷静 他想了半天 想出了一个 至于死地而后生的办法 就是谋求与五天圣赖结盟 这在当时来看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五天圣赖刚刚取了 北条市刊的第六个女儿 桂林院为济氏 这才和北条家 化干戈为玉伯 结下了盟约 而上山景圣 他也非常敏锐的 看到了 五天家和北条家 这份盟约的脆弱性 他知道在五天圣赖的内心深处 五天圣赖绝不想 让上山景虎 执掌上山家 因为这样的话 上山景虎 这个出身于北条家的 北条市城的地里 就能够和北条家一起 上山家和北条家共同联手 这样的话 对于五天家来说 是极度不利的 正是因为看清楚了这一点 上山景圣提出了三项同盟条件 一将上野割让给五天方 二迎娶五天圣赖的妹妹 两家结为姻亲 三是献上黄金五十枚 现在很多人都批评说 五天圣赖当时看中了攀财 看中了这黄金五十枚 和上山景圣结盟 走出了错误的一步 其实这是不合理 也是不正确的一种说法 五天圣赖实际上是做了一次 极其重要 但是非常艰难的权衡 他深刻的知道 如果他和上山景圣结盟的话 那立刻就会和北条赤正翻领 但是如果他和上山景虎结盟的话 那么最终他将面对的是 上山家和北条家 联手对他的施压 所以五天圣赖这个时候呢 做了一个 看似后来看似很愚蠢 但是在当时是不得已的决定 就是和上山景圣结盟 但是尽量化解上山景圣 和上山景虎的关系 这样呢 就可以使上山家 不会彻底的导向北条家 同时上山家的内部 始终处于一种 微妙的平衡状态 无暇对五天家施压 但这个呀 是一个技术 一般人都做不好 五天圣赖更做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发展 五天圣赖的想法 就是说他想两不相帮 能够促使上山景圣 和上山景虎的和解 他告诉上山景圣 我会派出一支部队 去支援上山景虎 同时他也明确的 告诉上山景圣 我会同意北条军 通过五天家的领地 前往越后支持上山景虎 但是在双方面 发生正面碰撞的时候 五天军将两不相帮 五天圣来的这个选择 从战类上来讲 是最佳方案 但是从战术 也就是具体实施来讲 难度太大了 在整个这场运作中 得益最大的实际上山景圣 上山景圣得到了 五天圣赖的同意结盟之后 那么上山景圣呢 就没有了五天家 两万大军的压力 他迅速的调整了自己的兵力 对上山景虎 占据了春日山城周边的 这些要地进行了攻击 那么很快呢 就拿下了这些要地 使得春日山城与上田 中郡下郡等地的联络恢复 这样的话 春日山城包围网彻底瓦解 而反过来呢 上山景圣呢 掐断了上山景虎的 玉管和中郡地区的联络线 将上山景虎孤立于玉管 而这个时候 五天圣赖率领的大军 禁制到春日山城城 城下 然后五天圣赖 就告诉上山景圣和上山景虎 我是来给你们俩调停的 希望你们俩能够和睦 不要再兄弟相残 那么因为五天圣赖率领的是 五天家的大军 而这个时候 上山景圣和上山景虎 打了半天的仗 实力都大损 在绝对实力面前 只能是同意五天圣赖的说法 上山景圣呢 就和上山景虎两个人 达成了和解 不再打仗了 停战 也就是说五天圣赖 他所想做的事情的第一步 已经完成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五天圣赖听说德川家康 进攻郡河的田中城 这可不得了 所以五天圣赖呢 就留下了一部分部队 草草的从越后撤退了 那么失去了 调解中间人的上山景圣 和上山景虎 马上又开始了对抗 但是对抗一开始 上山景圣又落于下风 为什么呢 因为北调军 北调家派部队进来 一万五千人 来支援上山景虎 但是处于劣势之下的 上山景圣 坚韧地防守 使得上山景虎的进攻 无功而返 这个时候 冬天来了 越后是著名的雪国 大雪会将所有的道路封锁 所以北调的部队呢 不得已撤回关东 上山景圣明白 他的机会来了 而这个机会呢 也是他最后的机会 一定要在来年春天大雪融化 北调援军再次来袭之前 把上山景虎解决 那北调市政呢 也明白 上山景圣一定会在春天来临之前 有所动作 所以他就命令 北调高广的儿子 北调景广 去狱馆帮助上山景虎协防 那么在武田胜赖的妹妹 从贾匪到达越后 双方面的殷亲得以落实以后 上山景圣就亲自率兵攻击狱馆 那么上山景虎手下的大将 本庄秀刚 率军迎击 被上山景圣击败 那么后来本庄秀刚 逃回狱馆以后 就悄悄的回到了他的居城立伟城 放弃对上山景虎的支持 这个时候 上山景虎身边只剩下北调景广 和绝江宗亲等人 很快 北调景广 在从八番宫回城的途中 出去八番宫 然后回来的路上 遭到上山景圣家臣的伏击 身受重伤而死 上山景圣一看 上山景虎身边的左膀右臂 都不在狱馆 于是对狱馆再次发起了攻势 上山景虎一看形势不妙 就像上山家的另外一个 支持他的重臣 北调本庄樊长求援 但本庄樊长已经舍弃了上山景虎 投靠了上山景圣 就说明上山景圣不仅在战场打仗 而且周边的这些外交笼络 这些对敌人进行分化 分化瓦解的工作 都在暗部就班的进行着 很快上山景圣 就把狱馆变成了一座孤城 断了梁路 断了支援 而狱馆内部呢 也是人心浮动 不断有脱逃者 上山景虎的新副重将 纷纷的暗中 内同上山景圣 而支持上山景虎的前关东管领 上山宪政 试图带着景虎的儿子到晚晚 进行双方的调停 结果在去春日山城的途中 被上山景圣方的士兵给杀了 上山景虎一看大势已去 所以就从狱馆中逃出 准备回到关东在东山带起 那么途中呢 他在绝江宗亲的郊伟城落脚 他不知道自己这位手下的重臣 已经和上山景圣 暗中串通好了 所以上山景虎就被包围 后来他在郊伟城自杀 十年二十六岁 上山景虎死了以后 上山景圣对景虎方其他各城 进行了攻略 整个狱馆之乱终结的时候 这场为了争夺家主之位 给上山家带来的战乱 持续达到了两年多 是在1580年才正式结束 那么就在上山景圣取得了 上山家的控制权的时候 他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敌人 这个人就是知天信长 知天信长早已经计划 要夺取上山市的领国 能登和岳中 同时呢 他手下的重臣柴田圣家 也对上山家的领地 虎视眈眈 就在狱馆之乱 刚开始的时候 1578年的时候 知天信长已经派领 他的手下的家臣 率领部队入侵了岳中 在岳岗野之战中 击败了和田长青 所率领的上山军 这个时候的上山景圣 忙于御馆之乱 根本没有能力 向岳中派出远军 可以说啊 上山景圣 在和知天信长对阵的时候 靠的基本上 是老天爷帮忙 运气 就在岳岗野之战 差不多的同时 知天信长手下的重臣 皇母村众谋法 知天信长不得不去应对这件事情 所以暂时无力顾及打击上山市 这样就给了上山景圣 从容的时间 去对付狱馆之乱 那么狱馆之乱之中呢 上山景圣和五天圣赖 五天家结了亡 那么北条市政 因为上山景虎 他亲弟弟的死 非常的生气 那么北条市政就转向 与德山家康和知天信长结盟 这意味着上山景圣 刚刚当上上山家的家主 掌控上山家的全局 但是他面对的形势 更加的险恶 那么就在狱馆之乱 刚刚终结了三个月之后 上山景圣出兵月中 去支援和天长亲 他趁着知天家的重臣 柴田圣家 走走城镇和前田李家 都去京都 不在月中这个方向的这个时候 就出兵包围了 知天方的小出城 知天信长得到消息以后 命令左左城镇率军返回 上山景圣不敢对离左左城镇 就解围退回了松苍城 而这个时候呢 和天长亲病死了 这是上山景圣在月中 可以倚仗的第一重臣 这对于上山景圣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只能暂时的采取防御的态势 以松苍城和余金城 构成了防御志天军的最重要的防线 而在这个时候呢 在北军的重镇 镇守的家臣 新发田仲家 有心要造反 这位本来就是上山家 上山景圣手下的猛将 在狱管治乱的大厂之战中 曾经消灭了敌军三百余人 意下打工 但是他对战后 景圣的恩赏抱有不满 所以呢 就新生了反义 那么新发田仲家 与上山景圣访问之后 就转向与知天信长联络 成为知天市 插入到越后的一个弃子 新发田仲家 他所恶守的地域 对于上山家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恶守的是信农川 和阿赫野川的入海口 能通过海上交通线 保持与越中之间的往来 这是一块海上物资运输的集散地 所以新发田仲家 新发田仲家 他的这个叛乱啊 对于上山市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 这个时候上山景圣 看得很清楚 玉管之乱 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还没有恢复 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和实力 与强大的知天信长为敌 所以呢 当时他就做出了判断 要谋求与信长达成和睦 但是知天信长 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对知天家来说 刑事绝对有利 没必要接受上山景圣求和的请求 所以知天信长断然拒绝了 那么1581年 也就是在知天信长断绝了 拒绝了上山景圣请求的那个时候 在春日山城内呢 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 上山市的家臣毛利秀广 将景圣的侧近 山崎秀仙斩杀了 本来这个两个人啊 无论是凶手还是被杀人 都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最多就是说上山市的家臣毛利秀广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在这一次仇杀事件里边 死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上山市的重臣 直江信刚 直江信刚 正在负责上山家 与公家禁卫家 和足利将军家 还有知天家等人 进行的外交交涉 这是上山迁信时代 培植起来的上山家重臣 又一个遭遇不测惨死 这对于上山市的家臣团 是一个巨大损失 但是呢 直江信刚的死 是上山景圣 获得了另外一个 与他相互扶持 走完后半生的重要的家臣 这个人呢 就是直江奸续 因为直江市 是上山市的重臣 直江信刚呢 本身就已经是 直江家的养子了 他这样突然遭遇惨死 他又没有子次 因此直江市呢 就有可能绝了后 于是上山景圣 就命出身于上田的侧进 就自己身边的侍从 叫通口于六 迎娶了直江信刚的寡妇阿传 那么他的这个侧进 通口于六 就改名叫做直江奸续 来继承直江市 实际上呢 上山景圣 对自己的这个心腹 因为侧进嘛 都是自己的心腹 对自己这个心腹 直江奸续啊 一直是非常的赏识 想给予重用 但是因为身份的问题 没有办法扶他上位 这样机会正好来了 21岁的直江奸续 就在上山景圣的运作下 成为了新一代上山家的第一重臣 从此上山家就是国主景圣 直权兼续这样一种政权架构 可是这个时候啊 上山景圣的压力非常大 新阀田仲家之乱 依然没有办法平定 上山景圣没有办法倾全力 去对付新阀田仲家 所以只能采取首饰 而知田军呢 咄咄逼人 上山家西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上山景圣希望 跟他结盟的武田圣赖 能够帮他一把 但这个时候呢 武田圣赖 被北条市 德川市和知田市的压力 也是自顾不强 没有办法给景圣提供有效的支援 不仅武田圣赖 没有办法给上山景圣以支援 而且这个时候武田圣赖 正在和知田德川家的联军 发生生死攸关的冲突 也就是在1582年 武田圣赖在天木山自杀 享年37岁 武田市灭亡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上山景圣曾经命令手下的上条一顺 出兵去支援武田圣赖 因为上山景圣知道的很清楚 如果武田市灭亡的话 那么上山家也不会 有什么好果 下一个一定会轮到自己 但是当时那上条一顺 无视景圣的命令去过发兵 因为他觉得即使出兵 也是以软及时 还不如保留兵力 那么武田家灭亡之后 他的领地就并入到了知田市的领国 其中北信农的四郡 就被赐予了森长河 这就使得上山景圣的居城春日山城 直接暴露在了知田军的打击范围之内 上山景圣也知道危机来临 所以呢出兵夺取了森长河居城 海金城附近的长找城 可是森长河那也是之前手下的重臣名将 很快就又夺回了长找城 而在岳中呢 柴田盛家 前田立家等人 率军包围了岳中的耀冲 于金城和松仓城 山寒景圣想派兵去增援岳中 可是他背后的新发田仲家的叛乱 北信农森长可的牵制 使得他的增援根本没有办法实现 幸会这个时候 监视新发田仲家的本庄樊长 果敢的进攻了新发田的领地 暂时使得新发田仲家 对于上山景圣的威胁减弱 这样呢 上山景圣才趁此空当 出兵向于金城进发 并且这个时候 上山景圣在他给家臣的信中 表达了不惜与支田军决战 已经抱有战死的觉悟和信念 但这个时候 岳中的两座上山家 防守的重要要地 其中之一 松仓城已经落入了支田军的手中 而另外一个要地 于金城的 外城已经被攻破 再看到上山景圣 已经发兵岳中的情况下 那么龙川一役 支田家的龙川一役 攻入了岳后 森长可也率领5000人马 在西岳国境一带放火 这就逼得上山景圣 不得不撤回了春日山城 那么一看上山景圣 撤走了 支田军就对于金城 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按照上山家 玉年谱中的描述 于金城12名上山方的首将 为了不被敌方俘虏 侮辱了自己的武名 在小木牌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穿在耳朵上之后 全部切腹 向天下展示了 上山武将的忠友 于金城的陷落 就使得上山军 从海陆池原岳中的梦想 彻底的破灭 再加上信农 上野的支田军 以及北岳后的新发田仲家 上山景圣这个时候 已经落入了绝境 他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距离他的灭亡已经不远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老天爷 用他的手保住了上山景圣 明治光秀造反 将支田信长杀死于本能寺 那么支田信长的突然死亡 就使得支田家的各重臣 纷纷的撤兵 准备去争夺 支田家权力的宝座和地盘 上山景圣的反应也非常快 他本来先是想进入岳中 去援救岳中 结果遭到左左城镇的阻挡 他就顺势改变了攻略方向 想趁机占领北信农 而这个时候 德川家康反应也很迅速 他占领了贾匪 同时命令他的重臣九鼎中次 进入到信农 而北条家也出兵杀入了信农 九鼎中次一看这种情况 你们两个人斗我不斗了 所以九鼎中次率领德川军 就撤回了贾匪 反正德川家康 德川家已经拿到了贾匪 德川家康素来非常知足 那么在北信农呢 就是北条军和上山军对阵的战场 但是双方面并没有发生大战 因为对于北条军来说 前面有上山 后面有德川 形势比较不利 所以北条军就直接撤退了 这样呢 上山景圣就基本扫平了川中岛四军 然后他就回到了春日山城 危机解除了 上山景圣回过手来 就去讨伐新发田仲家 可是新发田仲家呢 也是一员猛将 再加上他占了地利的优势 上山景圣不能轻易的取胜 双方你来我往 时间就在上山景圣 评判的过程中 一点点过去 而知田仲家这个时候 新的领袖崛起了 这就是宇柴秀吉 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 风尘秀吉 那么面对风尘秀吉 上山景圣又会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下一集呢 再来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